第30題 如圖所示 接通電源後 鐵芯向順直中方向轉動 下列敘述何則錯誤 我們曉得這個是電動機也是馬達 馬達是利用所謂的電流磁效應 然後產生磁場 然後磁場在磁場中會有交互作用 而使它能夠轉動 所以選項A說 馬達是利用電流磁效應的原理產生動力是對的 那麼同時呢 我們曉得 我們在精神當中如果放到軟鐵棒 那麼通過電流時候產生磁場軟鐵棒會被磁化 所以磁力就會增強 所以我們放鐵芯的目的是可以增強我們的磁力 所以選項B說 鐵芯的功用是增強通以電流線圈的磁場強度也是對的 那麼我們會發現 我們這條這個極電環 在這個半圈的時候會碰到這個電刷 所以它的電流是流出去的 轉半圈之後呢 會碰到這個電刷 它的電流會變成流進來的 所以每旋轉半圈 它的電流方向就會轉換一次 所以選項C說 半圓形金屬環的功用 是改變電源輸入線圈的電流方向也是對的 那麼選項株說 鐵芯每轉動半圈 線圈的電流方向就會反向 這個是對的 因為剛才已經講過了 一開始的時候是電流會流出去 然後會改成流進來 所以方向會改變是對的 可是後半句說 線圈會改為力中方向轉動是錯的 因為現在這裡是升的是N級 然後呢 轉動半圈之後呢 電流方向相反 所以它會變成所謂的S級 那麼這裡的N級跟N級會互相排斥 所以是順時鐘轉動 這裡的S跟S也是互相排斥 所以還是順時鐘方向轉動 因此轉動方向並沒有改變 所以後半句是錯的 所以第三十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處的錯誤 我們答案呢 選的是豬 鐵芯每轉動半圈 線圈上的電流方向就會反向 因此線圈會改為力中方向轉動 這個是錯的 前半句說 電流方向會反向是對的 後半句說 線圈會改為力中方向轉動 是錯的 第三題答案 我們選的是豬 好久哦